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平心而论 欢迎各位朋友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 请记得打开小铃铛 这样子影片上架时 各位接收要通知 那首先呢我们今天录影的时间呢 是2月10号 是小年夜 首先祝各位牛年行大运 恭喜发财 恭喜大家恭喜 是中国的过年要到了 大家都很开心 农艺年 好 今天要进入主题 就是缅甸的示威 政变之后呢人民不断的上街头 今天已经进入到第五天了 人民还是在街头上 不过呢 然后军方的镇压的手段也越来越强了 之前除了有僧侣也上街了嘛 我们之前说过 然后呢政府也开始出动水炮车啦 然后前两天 昨天跟今天都开了枪 就是让大家觉得 哇好像越来越紧张了 那目前知道的是有两个人 是有重伤命危的状况 然后呢军方政府呢他们也实施了宵禁 在阳光曼德勒实施了宵禁 然后也禁止五人以上的集会 那即使如此民众还是不断上街头抗议 感觉民众真的这次有下定决心喔 没有再怕 其实也不能讲没有再怕啦 过去也是一样啊 过去啊 那我们讲1988年那次很大型的示威 那也是最后就是镇压嘛 2007年那一次也是一样 是 都有宣布这些东西 但是他们还继续上街 那最后都是导致镇压 所以也是我们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讲的 是 军队一定会镇压 毫无疑问的 他毫不犹豫会开枪 他已经开了嘛 他已经开了 已经开枪了 对 那你觉得 因为我现在发现喔 他们缅甸的人上街 其实大家都还蛮和平的 就真的就是走 就是游行嘛 是 然后在那边举那个 这个牌啊 那个旗帜啊 牌子这样子抗议 然后有一些缅甸的民众 是在家里面敲锣打鼓 晚上的时候敲锣打鼓这样子抗议 感觉他们的 还算是蛮平和 不是那种 什么会丢汽油弹跟你抗议的那种 你在这个 新闻上 看到新闻图片 是 他们会举手啊 这样子会 呼喊口号抗议 是是是 但是缅甸真正的示威 比这个还平和 是吗 是 因为我自己是采访过 缅甸的示威 对 采访过 我刚才讲过 缅甸其实两次大的示威 一个是1988年 一个是2007年 然后就是这一次了 是 这一次呢 前天 7号 就是礼拜天 是 在仰光的示威 他们说是有超过10万人 那个已经是2007年以来 最大的是示威 2007年那次示威 我亲身采访 我倒想说是 可以讲讲我的经验 对缅甸的示威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 其实这个事情 我写 以前写过 写在 写的一篇叫做 名字叫做 《阳光六日记》 就是在里面 六天的经历 那收在一本 我书的缅甸的 不然 我书的东南亚的书里面 那来打一下书 就这一本 是 说生道士 at 东南亚 里面有《阳光六日记》 当然还有很多 其他 关于这个 东南亚的 这个报导 是 那 蛮值得看 对 坦白讲 关于东南亚的书娘 出了四本吗 总共出了四本 对 还有一本 本来要出 但是 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 出版社现在 大家都很 进入沿东 还没有出 那这个《阳光六日记》 就是 当年 九月份 是 发生了这个 加沙革命 有人翻成 翻红花革命 Saffron 也是翻红花 但是这个 翻红花革命 不准确 因为 这个Saffron 不是讲翻红花 而是讲 和尚穿的袈裟 哦 是 类似是很特别 是和尚 带领 上街抗议 嗯 和尚带阶上 抗议之后 变成规模很大 那我就决定要去 是 那那个时候的背景 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那个时候的缅甸 是不准做新闻采访的 哦 然后呢 呃 也不准任何境外的媒体 在缅甸注点 嗯 包括CNN BBC 这些大的媒体 都是靠 当地的人 帮他们收集 新闻 新闻的资料 对 那一次我去 啊 因为我 认为说是很值得报道 嗯 当然是用观光的名义去的 嗯 就是 我忘记是用哪一个护照 可能是用台湾的护照 因为 美国的护照在缅甸是很敏感的 嗯 那个时候因为 美国制裁 是 总而言之 我那是去 在缅甸那边 帮我忙的 或者说接待我的 其实是 台湾情报局的老人 啊 他在缅甸退休了 就住在缅甸 是 他来接待我 那我当天到的时候呢 他安排了一桌 帮我接风 嗯 我说不要啦 我说我直接到现场去好不好 他说已经都约好了 是 那我想也是一个机会嘛 就跟 因为他约的是当地的台商 嗯 想跟他了解一下 这个缅甸这个情况 就真的是做了一桌人 啊 他是开呃 开旅行社的 所以他安排了一个他旅行社的导游 就是那几天要带了我到处跑 我坐在那边吃饭真的很急 因为我知道那个示威活动已经开始了 嗯 我想去 他说哎 没关系了 不会有事情的 啊 他说和尚上街 军政府不敢动他们 嗯 因为 各位要了解 在东南亚的国家里面 啊 这个 和 佛教僧侣 是不是变成 对僧侣 佛教僧侣的地位是很高的 是 在泰国也是一样 在泰国也是 对 那所以和尚上街 他们认为军政府是不敢动他们的 嗯 大家就在那边谈笑风生 嗯 吃了一半 开枪了 吃了一半开枪了 消息传过来了 几个人脸色大变 真的 脸色突然就变了 紧张 吓得 马上结束饭局 是不是第一次对僧侣开枪啊 不是 就是在示威活动开枪 对我知道就是 并不见得是对了僧侣 而是对了这个示威的 嗯 大家吓死了 那马上结束饭局 结果台上脸色都变了 说赶快要赶快回家了 嗯 我就赶快这个 让这个 祥导啊 小罗啊 带了我去示威现场 嗯 就赶去了 就在那个 小金塔 小金塔 嗯 这就是这两天 新闻里面都报导的 Sulay Sulay Pagoda 嗯哼 那个叫做小金塔 嗯哼 很多人翻译 不知道他那个 缅甸人当 给他的名字 很多人都把它翻成什么 苏类包塔 什么之类的 嗯 小金塔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那个是在缅甸的市中心 所以缅甸 很多时候在仰光的 仰光的示威都是在别的地方开始 很多时候是从大金塔开始 嗯 集结之后游行到小金塔 嗯 我就赶去了 赶去了 那个小金塔旁边就是那个印度街嘛 嗯 因为我那个时候等于是第一次采访这个 这种示威 到了现场之后 那个小罗就说 你进去 我在这边等你 啊 那个人很多 都是人 我就往里面钻 钻进去 突然我就已经处生在 这个示威人群里面 嗯 嗯 嗯 那这段过程我上一集有讲 我那个时候撒哩呱唧的 就把我照相机拿出来拍拍照 后来我从镜头里面发现 有一根枪一直对着我 我才警觉到 吓死 我就蹲下来 然后再四处打探 才发现好像只有我一个是 真的是这种专业的记者 我怎么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因为我只看到几个外国人 但是身上都带着傻瓜相机 啊 那 然后就 我就蹲下来了 我刚刚讲过 缅甸的示威非常非常的平和 啊 他们到了 示威的场地之后 特别是跟这个 军警对峙的时候 他们会蹲在地上 全部蹲在地上 我们那时候情况就是我们 那些示威群众全部蹲在地上 然后前面有和尚在那边念经 嗯 前面就是那个 军警 嗯 那这一场很快就结束了 嗯 结束之后这些示威人就起来 有往别的地方走 还跟那个军警打招呼 很和善 嗯 嗯 我采访过印尼啊 啊 巴基斯坦啊 这些地方的示威都没有这么和善的 嗯 印尼是 立刻会跟军警打起来的 嗯 缅甸没有 嗯 他们基本上连靠近都不靠近 是 啊 然后离 对方的 对面大概有 五六十公尺的距离 是是是 你 各位如果注意到 敏甸这一阵子的这个 呃 你都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距离的 嗯 它不会去很靠近 嗯 印尼不一样 印尼会逼到 跟这个军警面对面 几乎是鼻子对鼻子 哇哦 啊 然后大家手了 前的手在那边唱歌 然后就冲 就开始冲突 印尼是这样子 印尼是每次都有冲突的 嗯 缅甸 几乎没有这种正面的冲突 嗯 但是一定会开枪 差别在这个地方 啊 当天 就这样子 结束之后呢 因为那个示威人群已经走了 嗯 那我就退到 退到后面去了 嗯 就是往回走 往回走 大概走了 还一百公尺就听到枪声了 哎呀 是 又开枪了 就听到枪声了 因为我想示威人已经走了 是走了吗 对吗 我就回头了 嗯 回头之后 咦开枪了 我就赶快跑回去 又跑回刚才那个路口 嗯 就看到路旁有一个 有一个那种小亭子 嗯 可能是里面是 本来是卖票的还是怎么样 类似这样的小亭子 获利窗 上面有三个弹孔 还有雪姬 哎呀 有人被打伤 我有问 是市民吗 一般市民 是 我有问这些旁边的人 他说有人被打伤 他说两男一女吧 哎呀 我跑回来的时候 他人已经被拖走了 嗯 第二天小罗 就是他 派来陪我的人 他就来找我 他说对不起 他说我们老板跟我讲说是 不能够再陪你了 他说因为这个军政府的人 已经到他们旅行社去 去问 有没有单独来 来缅甸的人 你们有没有单独来缅甸的客人 他不敢承认 嗯 不敢承认 但是他跟小罗讲说是 不能够再帮我了 嗯 所以小罗 小罗好像觉得很不好意思 我说没有关系啊 我说 这个你们有困难 对 不要勉强 嗯 所以我那天就自己活动 自己活动出去之后呢 我也装了一副缅甸人的样子 嗯 那时候我去之前 我正好痛风发作 嗯 我就穿了一个拖鞋 夹脚拖 他们的正式的鞋子 嗯 但是呢 一般的鞋子 我也是 那一次我才发现 这个是他们的 真的是缅甸人的日常穿的鞋子 对 日常穿的正式的都可以这样穿 虽然我先前去过 但是我还没注意到 嗯 真的没注意到 那时候我是注意到 为什么会注意到呢 就是因为示威的场合 我注意到了 啊 示威的场合 啊 那一天 啊 我刚刚讲了一半 就是我出门之后 啊 我以为我很缅甸 嗯 结果有一个人认出来 他一看我就知道外地人 就把我 就带了我到处去 去走了 嗯 我跟他讲我要去某个地方 他说我可以带你去 嗯 他就先带我到他家去 看他 看到他爸爸妈妈开店的那个市场 是 他爸妈是卖米的嘛 啊 在那边聊天啊 是 然后好不容易走到那个 啊 缅甸那个火车站那边 嗯 因为那个示威的场合 离的火车站不是 不是很远 嗯 我就说我们现在过去好不好 嗯 啊 还没讲完 嗯 就看了一大堆人这样跑过来 我就知道出事了 嗯 我就赶快往那边跑 往那边去冲 嗯 结果回来的人呢 有一个 就是我昨天在示威场合 碰到的一个缅甸当地的人 应该也是华人 嗯 啊 但是他是讲英文的 嗯 因为昨天他看到我嘛 我在那边应该比较特殊嘛 对 大家一看到知道你是外地来的 是啊 还在那边什么拍照 他就跟我讲你不要过去 他说他们杀外国人 哎呀 针对外国人杀 他是这样讲啊 天啊 我还想过去 但是我发现我不能过去 嗯 因为那边 跳下来一大堆人 停了一大堆车子 跳下来一大堆人 什么人呢 流氓 哦 缅甸军人 军政府 军方会利用流氓 嗯 来打这些示威抗议的人 嗯 这也是穿了蝙蝠的 是啊 那种小车子 那种小车子 那种小交通工具 他们就下来之后 拿棒子追着人打 嗯 我就赶快往回跑 那 其实那一天就是开枪了 嗯 那天就是日本记者 嗯 长颈见尸被打死的那一天 哎呀真的是 啊 长颈见尸被打死啊 就是我告诉各位的 有一支枪其实一直瞄准 对 一直瞄准着他的 啊 他犯了几个严重的错误 第一个 缅甸人 啊 没有人穿短裤的 啊 男人 没有人穿短裤 就是他站在最前面 站在示威人群的前面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位置 所以他是被瞄准打死的 然后接下来 就是一连串的这种 整肃的期间 那当然宣布戒严了 到不能乱跑了 各个寺庙 因为那次是 翻红花革命 不是翻红花 夹杀革命 所以寺庙变成一个主要的目标 军队全部进驻 仰光包括外地的寺庙 全部军队进驻进去 仰光市区 都是军人 街上都是军人 那个时候来商店也都停业了 连续几天 我都在这个旅馆里面吃饭 那这里面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在开枪杀人之后 第二天我还在嘛 我在那边待了六天 第二天我还是照样出去 出去想要采访看看外面的情况 真的 你出了门 很多地方都是那种 这个催泪瓦斯的味道 你都可以闻到的 那我就绕到那个欧山市场后面的那条路 远远的就看到 远远的军队一排在那个地方 他各地都开始疯了 是 我估计大概我离那边还有一百公尺的样子 我就往那边走 当然我不敢走近了 我那个相机也是放在背包里面 就准备拿长镜头出来照 走着走 走到一个天桥里面 就看到两个外国记者 我认得的 我认得其中一个 他是住曼谷的记者 我远远看到他嘛 他跟另外一个人 两个人就是背了个背包 手上没有相机 我当时也是背了个背包 装成游客的样子 我当时也是背了个包包 那个相机放在袋子里面 他们两个就是背了个背包 然后他们后来就蹲在这个路边 在那边整理 我估计就是在那边整理相机 把相机准备好 手在袋子里面整理 不是拿出来整理 那我看到熟的人嘛 对不对 我就当然很兴奋 我就走过去了 他在地下整理嘛 我就过去跟他打招呼 他头没有抬 吓死了 他头没有抬 然后他旁边那个人就说 We are ok 那我就觉得奇怪 他怎么没有抬的 我就说你们要小心 我就走了 我就走到另外一口去 那 第二天 那是开枪的第二天 第三天我就搬到开枪的旅馆那边去 因为我本来是住在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情报局的人帮我订的 但是开枪是在那个 那个时候叫Trader Hotel 现在好像是改成香格里拉 我不太记得 那个旅馆就是在小金塔那边 很靠近小金塔 就在小金塔 通往小金塔的一个路边 有个大旅馆 那个时候叫Trader Hotel 我就搬到那边去了 我想那边比较近嘛 离这些现场的比较近 搬到那边去 早上下来吃早餐 就里面就很多人啊 因为我看到了昨天那个记者 我看到那一个 不是那两个 看到我认识的那个记者 因为另外一个我不认识 我就跟他打招呼 他说你也来了 昨天他没有抬头 就是昨天证明了他头都不敢抬 是 对不对 他在那边就是说 隐约看到一个东方人过来 居然跟他们讲话 把他吓死了 他头都没有抬 我就跟他聊了一下 我说你们这个照片怎么传出去 他是摄影记者 他说我们没有办法传 因为那个时候跟现在一样 网路也给你切断 没有办法传 他都是拍完之后 就把那个收起来 藏在床底下 然后或者是等事情结束之后 带出去再发 或者有些外国的记者 我知道他是用人 运到边界去 交给别人 泰国的边界 你知道吗 泰国那个 大吉利 丙甸的大吉利 跟那个美赛 那个交口 那边只是走个桥就过去了 有的是这样子运出去 那我那个时候发稿怎么发呢 第一天我也是搞不清楚啊 我就去那个Business Center 因为他网路不通嘛 不像我们平常在自己房间就可以发了 就到那个商业中心Business Center 我想那些那个地方可以帮忙发 我就把一些照片啊 文字交给了个小姐 那个小姐到电脑上一打开 他就说我不能发 我说为什么不能发 他说我们那个老板是军人 他没有举报你算是不错 对啊 小姐对你很好 他们其实是同情民主运动人 可是他们也不想惹事啊 也怕自己会有一些波及 所以就照片就没有敢发 但是文字稿我也发回去 那是用传真的方式 发回去 那发完之后来这个稿子 我回到房间就把它撕碎 放到马桶冲掉 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小心的 那过了两三天 那有部分的店开门了 那我们可以出去买东西吃了 我就出去了 出去买东西 缅甸那个阳光有一家店 我带你去过嘛 吃那个印度人的那个鸡饭 很好吃 是 我就到那个店去 结果发现 他们已经不准在店里面吃了 怕聚集 你只能买回去 它不让人聚集起来了 那我在这一路上 我就看到很多很奇怪的人 一些小贩 卖东西的小贩 你熬什么 盯着别人看对不对 就卖东西 照理说你应该是专心在卖东西 没有就像四处张望 是不是这样子 他已经听过我讲这个故事了 在那边 电影都有演 电影都有演是不是这样子 对 你就发现那些小贩人 他那个 显身很奇怪 他根本就是在监视你 是啊 在看你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在仰光那段时间 后来又有一天 我也一样 出去找寻报导的题材 也是 都是垂垂瓦斯 在路上 没什么人了 但是军队还在那个地方 你可以闻到那些味道 你经过那边 就是说你也知道 曾经有人在那边聚集 然后被垂垂瓦斯打散了 然后走走走 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突然之间 有个小市集 突然之间 一大堆卡车开过来了 然后上面人就跳下来了 就是我刚才讲的 也有军人 流氓都有 就下来追导 我只好跟他跑啊 也穿了个夹脚拖鞋跟他跑 我刚才讲就是说 为什么我发现夹脚拖鞋是缅甸人 这个大家都穿的 就是在这个示威的场合 示威场合开始一跑的时候 满地都是夹脚拖鞋 对 他穿的跑不快嘛 不快对 就干脆吃脚跑不较快 人跑掉之后满地都是夹脚拖鞋 这是缅甸一个 示威的一个特色 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 他很和平 第二个 满地都是夹脚拖鞋 万一开始增压了 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缅甸来的 那我那个时候就跟着一起的人一直跑啊 我连机器这么大也跑不动啊 结果看到有一个楼梯 大家都往上面跑嘛 我也跟他往上面挤 哇 那次真的是差点被挤死 我那个时候才发现 人是有可能被挤死的 前一阵子我们看那个 美国那个 暴动 国会的暴动事件 有一个镜头就是一个警察 他被压在门上 在那边惨叫 然后嘴巴上都会悬 就是这个状况 我被压在那边 我其实在蛮前面的 离那个铁门 那个铁门是关到的 离那个铁门大概是 我前面只有一两个人 那我整个人被压在那边 那底下的人还不断地往上起 快窒息了 那个时候里面 有一个人 有个小女孩 坐在那边 坐在门口 铁门那边 那这边的人就要求他 请求他开门 他好像是不太敢决定 后来他妈妈决定了 就把门打开 我们就上去了 上去然后他们就带我们 爬那个有个小洞 爬到天花 爬到屋顶上 在上面躲了半个多小时 我还偷偷跑到那个旁边去看 看底下那个情况 他那个妈妈说 你不要这样子 你会害了我们 对 被发现的话 就被那个 对 我赶快就说回来了 底下就在打人 到处打 多了半个钟头才下去 嗯 那这个经验就是告诉大家 缅甸的示威其实是很和平的 嗯 但是呢 这个军人他不管你和平不合理配 他要开枪的时候他就开枪了 对 军方没有在手软 对 缅甸示威几乎没有示威群众跟这个军警短兵相接冲突的状况 没有的 很远就开始开枪了 这也是我们在节目里面有讲过 嗯 镇压是必然的 对 那关键就在于你挺得住挺不住 嗯 讲的残忍一点就是说 关键在于民众怕不怕死 嗯 嗯 现在呢 缅甸各地 呃 我今天得到的消息 啊 你想想缅甸有些地方有公务员已经参与示威了 嗯 还有部分的地方 啊 有警察 嗯 也参与示威了 嗯 那这个这个这个运动如果说是可以得到这么广泛的响应 啊 甚至于就是说包括我先前提到的 如果是能够有罢工罢手罢课 说不定还有成功的可能 嗯 嗯 但是呢 全国民族联盟就有发声明说他们是闯进来然后破坏我们的总部 所以你觉得他们闯进来应该是有什么目的吧对不对 那你看他那个到目前为止啊 嗯 他对于翁山书记的指控很可笑的 对 对不对 拥有电子设备也要被软被拘禁 拥有十个对讲机 对 然后违反进出口法 然后对于那个总统的这个罪名也很可笑 是 就是他说他在疫情期间跟老婆到处跑 然后又乘着车到处去看啊 这个违反这个自然灾害法 这真的是欲加之罪和患无词 那么他这是突袭这个全明年的总部 其实不只是免电啊 不只是仰光啊 他各地都被突袭了 都有 都被突袭了 那带走了一些资料 跟一些设备 包括电脑这些东西 我想他们就是要准备在里面 找出证据 或者是栽赃 要栽很容易啦 东西在他们手上 而且是他们说了算 别人去抗议也不可能 是 所以这件事真的是 怎么讲呢 就是你有军权 你有枪杆子在手上 真的就是什么 就是他说了算 要如何可以扭转这个局面 我觉得缅甸人民 真的还是要花很大的力量 才有可能做得到 很难 很难扭转了 就像我讲的一样 过去也都有过这么大规模的示威 但是军人知道只要我开枪 对 我就可以把你压在 这一招履试不爽 反正就是开枪就对了 是 好啦我们还是希望缅甸军方可以早日回头试案 希望可以那个事情可以和平的落幕啦 不要再造成更多的伤亡 好今天就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那欢迎各位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在影片上架第一时间获得通知 谢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咯 再次祝各位新年快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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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